近日,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经贸参访团4月17日起展开为期5天的参访行程,多位台湾企业家表示,希望拓展两岸产业合作领域,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加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合作。 此次由理事长苗峰强率领的参访团一行近40人,包括电子、化工、钢铁、纺织、建筑等20多个行业工会负责人。 4月18日,在北京分别拜会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工信部副部长张云铭会见参访团时介绍,2022年,大陆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于世界首位,两岸产业互部性强,合作空间巨大。 大陆正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台商扎根大陆将会与大陆的工业一起增长,共同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移升级。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一中会见参访团时指出,就工业而言,大陆是离台湾最近且最好的市场。 作为民间组织,两团体在促进两岸交流、经贸发展方面还可以做更多工作,并且要把工作做得更实、更深入、更细致。 接受中心设计的采访时,苗峰强表示,希望进一步构建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密切连接,做得更好更强,两岸携手开拓全球市场。 过去三年我们没有机会来做这个大家在面对卖的沟通,其实变化很大。 我们这几年的有点落后,其实两岸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对于我们的产业的发展跟合作、未来市场等等的话。 所以透过这个沟通,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再恢复到这以前的这种非常一个好的状况。 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李世钦说,新冠疫情期间,大陆方面对于台商台企在防疫及减税降费方面的支持, 使该工会会员企业在大陆的三万家工厂不仅实现了文产增产,还提升了竞争力。 因为过了三年以后,情势有相当大的转变。 特别是我们十四五在大陆推出来的国内大循环跟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上,我们电电工会旗下的这些会员企业如何能够快速的转型升级, 为大陆广大的市场的机遇,大家做好准备。 这部分当然有厂商本身需要努力的,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在电电工会的责任上来跟政府衔接, 提出一些我们的想法,大家共同来创造更好的一个未来。 秦荣华创办的敏食集团在大陆扎根于30年,伴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 成长为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设计制造公司。 对于未来的市场前景,秦荣华抱有坚定信心。 其实我应该是完完全全跟我们大陆整个产业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非常小的公司, 然后发展到现在。 不过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大陆的团队是一流的, 我们的企业是代表中国对汽车零部件行业里面打遍全球的很典型的代表, 所以这个是归功于我们这个团队是很核心的。 4月19号,参访团一行离京,将赴江苏南京、镇江、昆山等地参访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